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星期日, 有一場英超大戰 富咸主場對利物浦 你幫我選擇什麼呢? 選擇讓球給大家參考 利物浦, 讓球半兩球, 1.94 雖然讓球多, 但都要選擇 怎樣說呢? 其實富咸現在第19位, 叫尾爾 利物浦就第2位 大家的對策非常大 一個是尾爾, 一個是第2 主場方面富咸, 其實都踢得非常麻麻 三勝兩和五虎 德塞球方面, 失球比德球多 但利物浦作客 在頭兩位的球隊, 其實都不是踢得太好 但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和曼城相差一分 德塞球方面, 差幾個 對著富咸這方面, 其實 現在不得分, 不得入球的等什麼時候 這就是主要的關鍵 隨時, 大家去到最後的聯賽 和曼城隨時計算得失球 或者是對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選擇利物浦的讓球 你看看讓球方面 其實讓球半兩球 我贏兩球的話 我也是贏半個半 但利物浦上場對著 白人無尼克這場球 踢得非常之好 所以贏3比1準級 其餘的賽事 就算是對著班尼, 曼聯 這些對曼聯 也不會失分 作客韋斯咸雖然1比1 但其實踢得不錯 在這個情況之下 也會介紹讓球 球半兩球的利物浦